我被丧尸咬了,一个月内狂瘦20斤 咬了我之后,丧尸病了,我咬了他一个月 就没见过这么不争气的丧尸 他咬我的那天,我刚看完独行月球 回家路上,路灯一闪一闪,我鼻子一抽一抽 独孤月怎么就死了呢? 我们胖子难道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 突然,就有个钢子一样的活物窜到了我背上 撕,脖子上传来钻心的疼痛 他竟然咬我 他不知道我从小练拳击,比钢子还钢子 我反手一个过肩摔 他在地上砸出一个坑,他痛得呲牙咧嘴 不可思议,你不要命了 我是丧尸,丧你个鬼 大半夜搞什么,cosplay 把脸涂得五颜六色,就说自己是丧尸 现在丧尸的门槛这么低了吗? 他不服气,摇摇晃晃站起来 我一脚飞踹,他修一下挂到了电线杆上 他胸口被戳了一个洞,滴滴答答往下滴血 我再也不惹你了,求求你放过我 路过有个小弟弟举手欲拨110 我按住他的手,和蔼可亲 那是我男朋友,我们闹着玩呢 小朋友,你还小,不懂爱情 嘻嘻,在电线杆上摇摇晃晃的他 他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他 说着,嘴里还喷出了一口血 小弟弟颤抖着手收回手机,飞奔而逃 我对着空中举起拳头 他条件反射缩了缩脑袋 你记住,我是正当防卫 胆敢碰瓷,叫你肝胆剧烈 我威慑他之后,转身欲走 就看见刚刚的小弟弟带着几个警察 浩浩荡荡冲了过来 作孽,现在的场面,我恐无有力 他苍白无力 我承认我下手是有点狠 至少得算防卫过当 要是付他医药费的话,估计得几千 我赶紧麻溜地爬上电线杆 把他的头抱在了怀里 他惊恐地看着我 丧尸的便宜你也敢站 我掐着他的脖子,少废话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男朋友 听清楚了没 这张五颜六色的脸,真是太丑了 丑到难以下咽 他仿佛一朵被山大王摧残的娇花 虚弱的酷唧唧 那你要对我负责,行吧行吧 谁让我没钱呢 我忍住响悠的冲动,疯狂点头 他的身体很凉 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怀疑他是个真丧失 毕竟太平盛世朗朗乾坤 突然出现一个丧失 这真的很玄幻 小弟弟有人撑腰 慷慨激昂将我刚刚的暴行描述了一遍 警察抬头问我 是不是这回事 我点头,但又摇头,炫炫欲气 演技跟我骗房东 我得了绝症交不出房租时一样精湛 是我男朋友让我打他的 我们再拍短视频 是的,其实我没受伤 刚刚那是唐江 感谢现在短视频创作者无所不为 警察见过的奇葩多了 竟然没有怀疑我们说的话 于是他们教育批评了我们一顿就撤了 我带着他回家 他一路上嗷嗷饿 夜宵酷贵 我可不想给他买 我假装没听见 回家给他做了杯西瓜 啵啵啵啵冻冰激凌 没错 我是开奶茶店的 快倒闭的那种 所以西瓜也不是特别新鲜 他看到红色液体特别兴奋 咕咕咕咚全喝光了 然后跑了一晚上厕所 第二天就卧床不起了 他哭着跟我说 早知道做丧尸这么苦 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不明白 你脑子是不是有猫病 为什么坚持自己是丧尸 他默默去了一趟卫生间 在出来的时候 我沉默了 真帅 真精帅 剪刀饱了 这纯属事 他现在有点像死亡笔记里的L 五官精致 皮肤雪白 长着一张没被人欺负过的脸 擦掉五颜六色的COS妆 换上这个清爽的丧尸妆 真是我健有脸 早知道下手就不这么狠了 脸香西域 是我这种饥渴到二十三岁的胖子 应该做的事情 他迷茫了 他不懂我眼里 为什么会冒出红星星 你不怕丧尸 怕丧尸 不怕帅丧尸 我捏了捏他脸颊 什么粉底呀 效果这么逼真 我把手收回来 才发现 一点粉底都没有粘下来 不太妙 我赶紧去弄他的美瞳 压根没什么美瞳 我慌了 往后退了三步 他委屈 他说他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变异的 他失忆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就在我回家的那条路边的草丛里 鸡肠鹿鹿 他毕竟没有咬过人 所以很害怕 为了壮胆 就给自己整了个标准丧尸妆 等了一天 终于等到夜深人静 等到孤身上路的弱女子 做足了心理建设 搏命一扑 然后就变成了残废丧尸 我记得 我应该是被他咬到了的 我冲向了卫生间 从镜子里看到 我右边肩膀上 我怨气冲天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那么多人为什么选我 因为你在哭 我想你肯定跟我同病相连 对这个世界也没什么眷恋 滚你的同病相连 我抱揍了他一顿 然后每天躲在家里 浑浑噩噩 等着自己变异 遗言遗书遗产 全都安排好了 然而 一天又一天 一周又一周 我没有丝毫变异的迹象 不仅如此 我还瘦了 我把半年的囤粮一个月吃光 竟然还瘦了 而他 喝了一个月奶茶之后 也恢复了过来 我没心情给他做奶茶 他就自己做 现在手艺渐精 自主研发的好几款奶茶 都好喝得不行 我们坐在一起分析总结 结论如下 他被我很揍过之后 产生了PTSD 完全不想再咬人 也不试血 只是疯狂试甜 奶茶都要加十倍糖 除了面貌上有点像丧尸 别的都还算正常 他变异了 但没有完全变异 不具有传染的毒性 所以没能将我丧尸化 总体来说 我还是我 是和他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我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激情 奶茶店关了一个月 是该重新开张了 我把他研发的那几款奶茶 当成主打 一整个大受欢迎 濒临倒闭的奶茶店 很快窜到了 美食街奶茶排行榜前列 房东闻讯而来 收到房租之后 拉着我的手 眼泪汪汪 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病情又加重了 我心中警铃大作 不会是真的得了绝症吧 我赶紧跑医院 去做了一个全面体检 体检需要三天才能出结果 回到家 我深夜一梦 我的富婆之路才刚刚起航 我还不想这么快死 而且 我还没尝过爱情的甜呢 他安慰我 根据我的观察 你不可能有绝症 你又不是医生 你怎么知道 人的皮肤 指甲 眼睛 各个器官都会显露健康状况 总之你很健康 那我为什么瘦得这么快 瘦得这么多 他指了指自己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被我咬过 这倒是个合理的假设 三天后 体检报告出来了 我强壮精干 预测寿命比见特朗普 我越发觉得 他说的非常有可能 对了验证这个可能 我把他带到了养猪场 挑了一头最肥的大白猪 咬吧 他恼羞成怒 记许许 你混蛋 他摔门而去 把整个篮里的猪 吓得嗷嗷乱窜 我也不敢真跟他闹翻 毕竟现在奶茶店技术担当 和门面担当都是他 如果真把他气跑了 我损失很大 我没有再提这件事 但我去宠物医院 拎回来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科鸡 他说 你有没有觉得他好胖 当然胖 我可是找了三家宠物医院 当作不小心 从远处甩一团马鼠到科鸡背上 是甜的他本能反应 一口咬了上去 他含着一嘴的狗毛 又生气了 记许许 你无耻 对不起对不起 这样吧 我把小狗狗的命名权 交给你好不好 他这才消了气 然后说 就叫稳稳吧 希望我的情况能一直稳定 不再恶化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他心里一直隐隐担忧 自己会继续变异 他摸着稳稳的样子那么温柔 我实在难以将他和丧心病狂的丧尸 怎么办 我也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我上网去搜 搜到了一家生物研究机构 说是可以治愈病毒变异 但是治疗费用高昂 不是我们这家小小的奶茶店 能够负担起的 他说 别信这些小广告 都是骗钱的 国内为 加病毒研究所在西北 很隐蔽 你根本找不到 你怎么知道 他愣了愣 自己也不能理解 对啊 我怎么知道 想了一会儿 他说 应该是前几天刷短视频 刷到过吧 他把稳稳的伤口处理好 对不起 希望他真的是我和他的吉祥物 我们都能稳稳的幸福下去 一个月后 稳稳没有改变任何饮食 也没有多家运动 却受到了标准体重 实验成功了 被他咬真的能无痛减肥 发财了呀 我狠狠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我要给你的牙齿上保险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想干什么 我计划推出一款减肥套餐 喝一个月奶茶 无痛减重 前提是购买套餐的第一天打一针 打的这一针靠的就是他的牙 他不从 店里现在每天营业额过千 何必去赚这种见不得光的钱 不够 现在赚的钱远远不够 我需要钱 很多很多钱 他疑惑 难道你要买房 对 我就是要买房 我给他洗脑 你看你咬我 已经过去两个月 如果有 后遗症早就显露出来了 但是没有 所以你这是造福全人类 何乐而不为 他勉为其难答应 但是这个套餐的销路 并没有我想象中好 顾客对这神秘又昂贵的一针 抱有很大的怀疑 我又不能直接告诉他们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就是让丧尸咬一口了 那段时间 我很阴谋 我害怕他会继续变异 我害怕 我会失去他 我明明知道他是个丧尸 可还是不由自主信赖他 依赖他 甚至 想要保护他 如果上天此时 给我一个实现心愿的机会 我一定会大声说 我希望他能变成人 第二天 他跟我说 你昨晚说梦话了 我说什么了 他挠了挠头 很是为难的亚子 你说你喜欢我 不可能 我现在这么瘦 又这么美 告白这种事 当然要等男人来 他很认真的点头 真的 我没有骗你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他当晚非要坐在我床边 手拿手机 说要录下来做证据 这还怎么睡 我只好跟他瞎聊天 希望能让他先睡着 然而他失忆了 我无论什么话题 他都能用一句 我不记得了终结 聊了很久很久 我困得闭上了眼 又过了一会儿 我听见他说 我骗你的 你怎么会喜欢一个丧尸 今天是我 生日 我只是想你陪我一起过 我刷得睁开了眼 过生日 怎么能不搞点特别的事呢 我抓住他的手 将站着的他一把 拉入我怀中 以一个极其别扭的姿势 送出了我的初吻 他吓坏了 你怎么又占我便宜 我爸总附身 挑了挑眉 生日礼物 喜不喜欢 下一句做我的男人 还有更好的礼物 几乎脱口而出 他眼眶湿润了 就在我以为 他会亲回来的时候 突然被他一把推开 记忆徐徐 你铁攻击 你一毛不拔 生日礼物 也不送个值钱的 我给你打工这么久 工钱也不给我结一下 我拉被子蒙住头 已睡 误Q 从那天之后 我就时不时调戏调戏他 他总是瞪我 记徐徐 你还是不是个女人 我是不是应该很清楚吧 我点了点自己的唇 他抓狂了 差点把煮珍珠的锅踢翻 后来他很认真的 让我不要跟他看那些玩笑 记徐徐 如果我是个正常人 我不会跟你有任何交集 虽然现在我不正常 但我依然不会降低品位 去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女人 我哪种类型 野蛮 粗暴 能吃是福 这小子说话 也太瞎人住心 我决定 我们的关系 就永久停留在 奴役和被奴役阶段吧 反正追我的人多的是 昨天隔壁串串店的老板 还邀请我去他店里吃串串呢 从那天起 我和他之间 渐渐疏远起来 他经常神出鬼没 我不知道 他究竟在忙些什么 一开始我以为 他是在逃避尴尬 后来我发现 他买了很大一块 血淋淋的生牛肉回来 半夜蹲在厨房 到处找地方藏 他看到我之后 索性不藏了 大大方方放在了冰箱里 但我从未在任何锅里 看到那些肉 而冰箱里的肉 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每天消失 我有点心慌 我觉得他变了 他开始试血了 生牛肉彻底消失那天 我们的营业额 突然又迎来了保障 那天他忘了化常人妆 就以本来面目出来营业了 他独具一格的形象 让整条美食街的女娘 为之疯狂 后来他每天都会化不同的妆 战损丧尸妆 妖疗丧尸妆 操汗丧尸妆 丧尸奶茶店一泡而红 就在我琢磨开分店的时候 就建议我再次推出 无痛减肥套餐 我狐疑 你以前不是很反对吗 他眼光闪烁 你以前也说过是造福全人类呀 我心头似有千斤重石 鸭炉喘不过气来 该不会是动物满足不了他了吧 这减肥套餐 到底还是推出了 他亲自推广 自然是屈之若鹜 他每天躲在小黑屋里 咬几十个人 到了晚上 又躲在卫生间半天不出来 我常常能听见他肆意地笑 笑声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嘹亮 他很享受这样如毛饮血的生活 我越来越觉得害怕 我想找他谈谈 却一直说自己很忙 他确实很忙 忙着咬人 咬得都牙引肿了 我给他准备了一锅绿豆汤 想让他去去火 他兴趣缺缺 我逼着他喝 他勉为其难喝了几口 然后转身冲向了卫生间 他吐了 我站在卫生间门口 看着肤色和眼白都越来越白的他 忍不住说 我们去西北吧 愣了愣 去西北做什么 找你说的那个病毒研究所 我害怕现在的他 我想让他变成人 真真切切地变成人 他抹了抹嘴角的水 激笑道 激徐徐 你该不会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吧 我刚想回答是 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 你跟丧尸谈感情 我看你是疯了 可你明明不是丧尸 我是 他坚定地说 因为过于坚定 语气中甚至听出了怒意 他 就算你是丧尸 你也跟他们不一样 够了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 你这副怜悯的表情真让我恶心 他威胁我 如果你再纠缠 我就搬出去 我们谈崩了 从那以后 他更加有意避开我 我们同处一个屋檐下 但却像被按了静音键 再也没有说过话 减肥套餐百事百灵 第二个月的顾客多了十倍 我赚得盆满钵满 但没有开分店 一是因为我没有心思 二是因为 很快街头巷尾 开满了各种各样的山寨丧尸奶茶店 路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丧尸 Cousin 他越来越不对劲 他总是深夜外出 回来的时候 满身泥土掺杂着血腥味 我在想 他可能真的快变成完整梯了 有天晚上 我悄悄跟在他后面出了门 他出了美食街 在停车场开了辆车 扬长而去 那是一辆帕拉梅拉 少说也要一两百万 他居然背着我买了一辆这么贵的车 他究竟还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 我提前没有准备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车开走 回到家里 我越想越觉得恐慌 便钻进了他的房间 说是房间其实是个储藏室 他一米八五的个子 住在里面实在是有些憋屈 我之前提过帮他租一间屋子 他不同意 他说这里住着有安全感 我想帮他铺被子 刚抖开 里面哐当掉下来一个东西 是根血淋淋的手臂 我啊的一声尖叫 音测测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被你发现了 那我就不装了 他朝我扑了过来 估住了我的脖子 我拼命挣扎 可一点用都没有 他的力量比从前强了太多太多倍 很意外是吗 他冰冷的手指扣住了我的下巴 多谢你想出了减肥套餐这个妙招 我才能靠着人写一步一步便衣完成 现在的我 随随便便就能踩死你 他反手一个过肩摔 我刚爬起来 他又一个飞踹 我倒在了他的床上 这一套动作 就像我们刚认识那个 晚上我对他做的一模一样 他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 记许许 我早就受够了你 我要让你看看 你是如何亲手毁灭了这个城市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吃笑 你以为街上的那些丧尸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变异 用不了多久 这里就会变成丧尸之城 这一切都要多谢你 谢谢你收留我 谢谢你让那些人送上门来被我咬 谢谢你让我变成现在这副强大的模样 其实我从未失忆 我叫傅石墨 我悲愤交加 扑过去想要跟他同归于尽 他对着我 轻飘飘一个手刀 我彻底晕了过去 在醒来的时候 周围一片漆黑 外面有呼啸的风声 天亮之后 我才发现 这是一个废弃仓库 铜墙铁壁 坚固异常 只有排风扇那里 透进来一缕阳光他 哦不 傅石墨果真不想让我死 他给我放了足够吃一个月的食物和水 我浑身冰凉 蜷缩在绝望里 是啊 是我蠢 失忆的人怎么可能记得自己的生日呢 他明明一直都是在利用我 他想找个安稳的地方 完成变异 稳稳 真是讽刺 日升日落 五天之后 突然有人踹开了仓库的门 进来了一个约莫四十岁的女人 他知性优雅 和蔼可亲 他说我叫叶鱼 我是来救你的 我静静地看着他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他有天然地抵触情绪 我不信任他 他又说 傅石墨已经带领丧尸占领了车站 他们在谋划向更远的城市扩散 叶鱼说他是傅石墨的导师 傅石墨是那家西北研究所里 最杰出的病毒学家 他研究了一种能量人体 获得丧尸能量 但能保留人类情感的病毒 想要用于国防 上面布批这个项目 他便一直偷偷研究 甚至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人体实验 现在看来已经失败了 他完全变成了丧尸 是血无情的丧尸 业余痛心地说 他是个天才 可惜他是个天才 他带我到他的车上 打开了电视 各个频道都在滚动播放 丧尸围城的新闻 傅石墨的照片被固定放在右上角 他们叫他丧尸王 多么可笑 几天前还在我店里 卑躬屈膝的打工人 突然之间就变成了 全城闻风丧胆的大魔王 是我无意间养了他这个骨 是我对不起全城的人 我沙哑这声音 你需要我做什么 业余说 我希望你能假装变异 靠近他 然后给他吃解药 我想你弄错了 他对我没有那么深的信任 不 是你不够了解他 业余给了我一个派大新钥匙串 他喜欢你 他把你关起来 是因为他知道 你不喜欢他变成丧尸的样子 他在自卑 而且他也想保护你 不想你成为丧尸 这个钥匙串 是我们一起在家娃娃机家来的 业余指着钥匙串 他迟迟没有攻向其他城市 就是在找这个 我不确定傅石墨对我是否有情 但我还是同意了业余的计划 不管怎样 我都想救他 我不要我爱喝奶茶会做饭 爱发脾气 又很好哄的他 毁了整个城市 临行之前 我问业余 这个解药真的有用 业余说 大概率有用 傅石墨是个天才 他在研制丧尸病毒之前 早就做出了解药配方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制作 我让你去给他吃药 也是想验证这解药的效果 如果有效 大规模量产 就能从源头扼杀这场灾难 我怀揣解药 独自上路了 看个独行月球 把自己看成了沈腾 我可真行 现在的城市 像是春节时的空城 所有人都闭锁在家中 人心惶惶 物资全靠无人机 通过窗户运送 丧尸们游走了几天 一无所获之后 便都聚集在了车站 等着他们的王发号施令 一起去往更大的城市 政府准备了突击队 重重围住了车站 但是迟迟没有出手 媒体解读 这是因为丧尸群至今为止 并未伤害任何人类 目前比较温顺 突击队害怕强攻 反而会激怒他们 但如果装满丧尸的火车 想要驶出车站 铁轨上安装的爆炸装置 就会被引爆 双方隔着车站的门 远远对峙 谁也不想做先出招的那个 拜负石墨所赐 我很熟悉丧尸装的画法 所以我站在车站门口 拉下口罩和帽子之后 车站的门便打开了 我走了进去 很快便看见了几个丧尸 正在吃车站 自动贩卖机里的泡面 大约是还没有编译完成吧 跟当初我在路上捡到的他一样 我很平静地跟他们说 我要见他们的王 他们指的指车站 最高层的调度是 富石墨见到我 愤怒的眼神像是要吃人 你怎么出来的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愧是整座车站 吸血最多的丧尸 他威势十足 我非常坦白 业余救了我 我说我喜欢你 他说要么我也变成丧尸 要么我只能忘了你 我想了想 选了前者 是他变异了你 我点头 富石墨神情有些复杂 他走到我身边 想摸摸我的脸 我猜他是想验证 我的苍白是真是假 跟我当初揉搓他的脸目的一样 我躲开他的手 冲上去抱住了他 我用尽了全身力气 搂得他很紧 然后点脚 吻上了他的唇 富石墨身体僵硬片刻 我不敢懈怠 越吻越凶 或许是因为我们现在 对等的身份 让他不再抵抗 终于 他吻了回来 有苦涩的味道 融化在我们的唇齿之间 那是我们的光明和希望 最后 富石墨慢慢地倒在我身上 我感觉一阵后怕 如果他刚刚稍微清醒一点 就会发现 其实我的身体是热的 看来叶鱼说对了 他喜欢我 喜欢到明明变成了丧尸 还是残留情感 他与我撕破脸 是不敢面对我 他禁锢我 是为了保护我 我扶着富石墨 慢慢坐到沙发上 然后给叶鱼打视频电话 业鱼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纯女人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听我的 我被业鱼骗了 他根本没有什么解药 那是毒药 他只是想利用我 害死富石墨 他阴谋得逞 便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 将前因后果和盘拖出 研制病毒的人是我 给富石墨注射病毒的人也是我 谁让他想要阻止我 我就是要将这里变成丧尸之城 他又能奈我何 他以为他是天才就能逆天而行 竟然背着我研制 业鱼像是变了一个人 冷漠 张狂 像是个疯子 他要求我组织丧尸 挖地道从车站出来 然后将整个城市烧成灰烬 如果我说不呢 那么富石墨就会死 业鱼笑得胜券在握 我给他加大了丧尸病毒的剂量 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 除非我给他用另外一种病毒去克制 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业鱼同意了 他觉得我是他刀下鱼肉 无法翻出浪花 我确实不能 我抱着富石墨坐在沙发上 坐了一个晚上 背后的摄像头 一直向业鱼播放实时画面 天亮之后 我决定答应业鱼 但我也提出了要求 你必须亲自来救富石墨 富石墨醒了 我才会帮你做那些事 他冷哼一声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 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合作 已经让我对你彻底失去信任 如果你不来 那我就跟丧尸们说 是你杀了他们的王 我看到时候 被烧成灰烬的是这座城市 还是你 业鱼思考片刻 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和富石墨在调度室共度一夜 丧尸们对我产生了嫂子情节 全都非常听话 我让他们去挖地道 他们便都去了 只是自动贩卖机里的食物不多了 有些丧尸非常沮丧 业鱼也通过化妆来了车站 不过他不是一个人 他带了一对丧尸 这群丧尸是变异完成体 目光空洞 行尸走肉 但很奇怪 却对业鱼唯命是从 他进调度室 富石墨身陷在床垫里背对着他 他没脸见我 富石墨没有说话 业鱼又道 你知道的 我一直很欣赏你 我们联手 一定能创造一个新世界 我提醒他 他一直昏迷不醒 你说什么他听不见 也对 业鱼便给富石墨注射了一针 然后端了杯咖啡 站在监控前 看着丧尸们挖地道 我说我累了 要去睡了 业鱼给我和富石墨 安排了一间休息室 当然 也是带监控的那种 睡得迷迷糊糊 突然听见外面有爆炸的声音 我猛然睁开眼 却发现富石墨不见了 我赶紧跑了出去 车站外面火光四溅 地道挖通了 我赶紧冲到调度室 业鱼看着监控画面 眼睛里全都是兴奋和贪婪 第一批丧尸绕过突击队 分前后夹击围攻了突击队 突击队哀红遍野 他们继续往前突进 占领了一个加油站 然后引爆了这个加油站 完了 全完了 我浑身发冷 你最终目的是什么 业鱼没有回答我 他只是说 我答应你 不会伤害你和富石墨 别的事情与你无关 我坐在他旁边 手机响了起来 那是我心患的铃声 一首大热动漫的主题曲 等我接完电话 才发现业鱼一直在盯着我 你也爱看这个动漫 是 业鱼的表情柔和极了 我女儿也爱看 马上要完结了 是吗 业鱼语调也轻快了起来 他应该会很高兴 妈妈做什么都值得了 先不说这个 刚刚电话是第一小队的丧尸 给我打的 他们在加油站前面遭到了埋伏 需要支援 业鱼恢复了冷冽的神色 好 然而球员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很快 除了他身边的丧尸 已经无人可派 生死存亡 业鱼没得选 他派出了那些丧尸 我看到他做命令的时候 手一直放在口袋里 像在摁什么东西 半小时后 前方传来消息 说他们已经赢了 而且将那些来阻挡他们的军队 全都转化成了丧尸 业鱼要出去看看 自己打下的江山 我悄悄将一块马鼠粘在了他衣服的口袋上 他刚出调度室的门 等了许久的稳稳就窜了出来 直接扑到了他身上 对着口袋一阵撕咬 业鱼赶紧去拨弄稳稳 我趁着他不注意 从破掉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圆形的东西 那是一个信号发射器 业鱼应该是用这个来控制他的丧尸 但我不知道他平时用的频率 很快最爱吃方便面的那几个丧尸冲了过来 将业运倒了 业鱼很聪明 他马上明白过来 业鱼的嗓音从楼梯处传来 大家纷纷给他让路 傅石墨一步一步走到了业鱼面前 你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业鱼冷笑 原病毒没有毁掉 我就不会失败 我只需要远程操控我的丧尸剂 续散播病毒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异 我把信号发射器递给傅石墨 傅石墨只是简单地摆弄了几下 就找到了频率 他对着发射器 做出了全都来车站集合的指令 业鱼如同困兽般怒吼 没想到我竟然被你们两个小孩子骗了 我还没有告诉你 你的原病毒已经被我摧毁了 傅石墨靠到我的怀里 昨晚你是不是以为我一直这样睡着 可惜不是 你看到的只是一顶假发而已 我昨晚去找了小敏 业鱼露出哀求的眼神 求求你 不要伤害小敏 一直伤害小敏的人是你 小敏便是业鱼的女儿 身患绝症 业鱼在小敏弥留之际 给她注射了丧尸病毒 并且为了让小敏能够不被歧视 做出了要让整个城市 变成丧尸之城的计划 傅石墨早已不察觉 所以她第一个下手的人 就是傅石墨 只是她不知道 傅石墨真的一直在研究解药 只是还差了一点点 她被业鱼注射病毒之后 很快就服用了未完成品的解药 遏制住了大部分的毒素 然后她失忆了 被我捡回去之后 提起西北研究所那次开始 她的记忆慢慢恢复 她知道业鱼一直在行动 所以做了两手准备 一 咬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产生抗体 二 日以继续尝试 想要尽快将解药研制出来 她的那些古怪的举动 都是因为她在搞实验 她故意组织了一群COSER 造成丧尸围城的假象 好让叶鱼以为自己计划成功 又使叶鱼主动暴露 因为她知道 如果她直接去政府部门取报 凭她现在的状态 一定会直接被扣留 在丧尸和生物学家之间 人们一定会选择相信后者 傅石墨的解药研制出来之后 她特意给小敏留了一份 但叶鱼一直盯着她 她没有机会去找小敏 昨晚却是她最好的机会 她知道叶鱼一定不会 将小敏带到车站来 所以昨晚提前去了叶鱼家附近 然后我找叶鱼提出了 让她来车站的要求 叶鱼走了 傅石墨进了她家 小敏从一开始 就不想以丧尸的形式 存活于这个世界 所以很开心地 吃了傅石墨给的解药 然后将她妈妈 存放原病毒的几个地方 全都告诉了傅石墨 傅石墨便派人去摧毁了 所有的原病毒 仿佛大梦一场 与叶鱼 与傅石墨 与我 都是 叶鱼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她疯了一样 想扑向傅石墨 你杀了小敏 你杀我的小敏 傅石墨打开了手机 里面是小敏临终时的画面 她说 妈妈 请你放过我 也请你放过你自己 来生我在做你女儿 叶鱼尖叫一声 晕了过去 很快就有人把她带走了 她将接受法律的审判 傅石墨身边的那些Cose 对于自己能参加这么大的 就成计划 与有荣烟 纷纷跟她击掌 大家庆祝了很久 一直到深夜 傅石墨才跟着我回家 我问她 你的解药吃了吗 吃了 那为什么昨天你的身体 还是那么病 因为解药是你喂我吃的 她拉起我的手 亲吻我的指尖 你不是早就识破了业余吗 所以将她给你的药 换成了巧克力 我只不过有样学样 我担心她的身体 为什么不早点吃 因为 我想你亲手完成你自己的心愿 傅石墨温柔地看着我 那天晚上 你确实说梦话了 你说 你希望她能完完全全 变成人滚烫的泪水夺框而出 她笑 怎么又哭了呢 一切都过去了呀 没有过去 我还没有报仇呢 我压住她的肩膀 狠狠咬了一口 果然是温热的身体 我不争气地又哭了起来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终于成为一个有爱情的富婆了 傅石墨疼得字牙咧嘴 你怎么比丧尸还凶残 以后不许给我提着两个字 永远不许 后来 傅石墨没有再回西北 我们离开了那座城市 在新的城市美食街 又开了一家奶茶店 傅石墨做奶茶的手艺 真的没得说 我们的分店很快开遍大江南北 我们店的招牌奶茶叫 他心永恒 甜而不腻 越喝越上瘾 就是名字有点土 听到我的吐槽 傅石墨十分委屈 我从小里科满分 语文不及格 果然 天才都是偏科的 不过没关系 我语文好啊 我们互补 之后推出的新品 全都是由我命名 但我没有再改招牌的名字 因为我知道 这是傅石墨 在他评级的文字系统里 能对我做出的最好的表白 我们都很幸福 稳稳的幸福